欢迎继续收听《斗魄苍穹》第1108回 面对着斗圣火奴的攻势 其余的强者连忙簇拥到一起 目光警惕的望着那一眨眼就出现在前方不远处的石道火焰身影 石道火焰身影出现在众人的前方 空洞的目光缓缓的扫动 旋即猛然爆裂而出 他们的方向各自不同 直接是对着所选定的目标飞略去的 见到这一幕萧炎一声嘀吓 小心 或许他们这边人最多的缘故吧 因此呢冲过来的足足有三位斗圣火奴 不过让那萧炎略微心安的是啊 这三位斗圣啊 最强的一位仅仅是二星斗圣的后妻 对不起来呢倒并非是非常的困难 萧炎失指轻疏 那二星斗圣后妻的火奴 交给我 熏儿也是炎然一笑 那二星斗圣初期的就交给我吧 小丹塔的大长老笑了笑 那最后一个只能老夫来了 最后一道火奴仅仅是一星斗圣的后妻 以他的职力要盛其倒是不难 对手分配完毕 萧炎再度沉声喝倒 其余各位多加小心 注意其他人的动静 旋即萧炎身心一动啊 就直接出现在那位 实力达到二星后妻的火奴之前 他体内斗气浩瀚而动 手掌一握呀 玄中尺就出现在掌心 旋即尺身上扬 以最为野蛮的姿态 狠狠对着火奴的脑袋 屁下来了 面对着萧炎一记凶狠的力劈 那火奴身体表面呢 却是缭绕上一层乳白色的火焰沙衣 他直接抬起手臂 硬生生把萧炎的重齿抵挡了下来 交出之点 火花飙舍 强行的接下萧炎一尺 火奴身体上的乳白色火焰 宛如具备着灵智一般突然急速的涌动 化为一道猙獰的巨嘴 一口就对着萧炎咬过去了 好诡异的净联妖火 萧炎对于净联妖火是极为忌惮的 自然不可能让这些妖火沾到自己的身上 他当下身形一动就出现在火奴的身后 左右双掌猛的举起 漆黑的光圈在掌心闪电般的扩张而开 大天造化掌 两道漆黑的光圈在萧炎掌心上迅速浮现 以他现在的实力完完全全可以使用另外一只手臂施展大天造化掌 毕竟萧炎现在的实力说不定啊 比起创造大天造化掌的主人还要强悍呢 光圈暴涌而出 最后狠狠轰击在斗圣火奴的身体之上 异常凶悍的劲道 把火奴身上的乳白色火焰都变得暗淡了一些 不过这种伤害对于没有疼痛感官的火奴来说 显然不能阻拦他们的进攻 当下极其凌厉的反攻便施展而开了 一时间呢 倒是让的萧炎略微有些手忙脚乱 不过旋即他便迅速稳定心神 然后逐渐的取回上风 每一次掌风的落下 都会把火奴的身上的乳白色火焰震散 显然若是当火奴身上的妖火 彻底散去的时候 他们的实力也会大打折扣 在萧炎呢 他大展神威 把这名实力达到二星斗圣后期的火奴 压制的节节败退即使 兄儿和大长老也都取得不菲的战绩 两个人实力呢 都比各自的火奴要强 再加上灵活的身法 以及强悍的斗技 虽说因为有些地弹火奴身上的火焰 而略微有些束手束脚吧 但却至少呢都处于上风之中 沿江海域之上的整片天空啊 都是被囊括在极为激烈的战斗中 当然了 最为火爆恐怖的自然是居中一块万丈庞大的战圈 那里面便是七位四星斗圣和静连腰火的战场 在施展权力的七位四星斗圣的联手下 竟连腰火也陷入了一些纠缠之中 不管他实力如何强悍 但毕竟对手数量太多了 而且个个都拥有着极为老辣的战斗经验 虽说是初次配合吧 但还算默契 联手之下 连他都不得不提起一些精神 慎重对待 这片足足万丈庞大的天空战场 没有任何人敢轻易的踏足 可怕的当风呼啸在其中啊 一股股相互缠绕着能量 以一种极端混乱的模式 不分敌我的扩散着 任何人被卷入其中 都是将会遭受到致命般的打击 在这片大战场之外 还有不少相对而言较小的战权 这些便是硝烟等人和火奴战斗的地方了 十位斗圣火奴 硝烟一方去了三位 其余七位都陷入其他强者的激战当中 此番进入妖火空间的强者并不少 这真要算起数量啊 远远多于这十位火奴 但论起质量却有些比不上这些火奴了 十位火奴中经过交手 众人才发现 其中有两位达到了三星斗圣的实力 这两位三星斗圣其中的一个被魂殿复殿主拖住 另外一个却是无人能够阻拦 毕竟那些四星斗圣都出手对付静年邀火了 这里最强的那就是魂殿的复殿主 可如今他被这三星斗圣纠缠 那么最后这一位三星斗圣 便是成了冲入羊群中的凶狼 这横冲直撞见 凡是遇见他的强者都吓得连连后退 到了最后 只能分出三名实力 勉强达到二星斗圣的强者 将其死死拖住 当然了 此刻的天空上啊 还剩余一些侥幸活下来的斗尊强者 虽说这些家伙大多是处于斗尊巅峰吧 但这种斗圣间的战斗 他们却连粘都不敢粘上丝毫 一个个只能亡命般的远远逃顿而开 到了现在 他们方才发现 进入这妖火空间 是多么愚蠢的决定啊 天空之上 巨大的能量掌印陡然成晴 全体夹杂着一股浩瀚力量 狠狠轰在那火奴的身上 可怕的力道 直接将他身上最后一道妖火 都生生震散了 伴随着那最后一道火焰的散去 原本奋力拼杀的火奴 速度陡然变得缓慢了许多 出手之间威力也是大箭 看到这一幕 硝烟心头若有所思 看来这火奴并非是想象中那么的完美 看来 那些火焰 便是他们能量的源泉了 不知道 是否能按照先天那光团中传出的灵魂咒文 来暂时获得火奴的控制权呢 硝烟的眼光闪烁着 前期他飞快在四周一扫啊 心里颇为异动 如果他能够控制这些火奴 那他的实力无一在瞬间呢 恐怖的暴涨 想到就做 硝烟也知道此时的情况 他当下身形一动 出现在火奴的身前 他手掌一挥 空间就凝固了 当那实力大简的火奴固定下来 而他指尖却飞快的勾勒起一道奇异的波动 在那火奴额头之上啊 使用灵魂力量 画出了一个奇异的符文 去吧 符文一成形 便是在硝烟低喝声中 印在火奴额头之上 旋即飞快的融入皮肉 侵入他的脑海之中 随着这道灵魂符文进入火奴的脑海 硝烟顿时感觉到 一股极端的灼热 从后者的脑中传出 他能够用另外一种视觉看到 在那火奴的脑海深处 有着一枚乳白色的火珠盘旋着 那火珠里蕴含着极端恐怖的能量 灵魂符文侵入火奴的脑海 盘旋在那乳白色的火珠周围 旋即释放出一股股奇异的波动屏障 竟然缓缓的把火珠给隔离了开 就在火珠被隔离的一瞬间 硝烟心头顿时多出一道感应 当下心头一动 面前的火奴便安静的垂下了手臂 如同奴仆一般站在他旁边了 啊 居然真的能控制啊 见到这一幕 硝烟脸庞上顿时涌现一抹 难以掩饰的狂举 如果他能够把这十道火奴都控制起来的话 那他麾下的阵容简直如火箭般的暴涨 到时候就算要灭了魂殿 那都不是不可能的事 斗圣火奴安静的 站在硝烟的旁边 面色麻木而空洞 唯有那隐隐间从体内所弥漫出来的恐怖的能量波动 方才能够让人感到他的强悍之处 硝烟的目光盯着身旁的火奴 不过 这符文只能暂时控制火奴 若是带着净联妖火分出神类 必然会使用火珠冲破符文的封印 再度取回火奴的控制圈台 硝烟的眼中光芒微微闪烁 想要彻底的控制火奴 那便必须解决存在他们脑海中的火珠 那是因为净联妖火控制他们唯一的渠道 不过 现在想 那净联妖火也分不出这一等心神 解决掉那火珠 显然不是硝烟一时半会能做到的事 因此 他倒没有在此做过多的纠缠 他目光一扫 投向别的地方 此刻呢 熏二和大长老对手火奴 都被压制的节节败退 身上缭绕的森白色的火焰 越发暗淡 看着模样啊 两人取胜 那是迟早的事 见到熏二等人没什么问题 硝烟略为松了一口气 他刚转回目光啊 那不远处突然传了一道极为霸道的能量波动 在这等波动之下 硝烟体内的一伙都悄然的抖了抖 体内一伙的变化 让着硝烟眉头微微一挑 目光顺着那波动传来的方向 看去 只见了火炫 正悬浮天际 它的背后 一对足有百丈庞大的火焰双翼延伸而出 火翼每一次的煽动 铺天盖地的火焰啊 便如同风暴般 席卷开来 火焰之中透着一种霸道 绝伦的味道 这就是霸荒破灭炎嘛 望着火线身后呈 淡黑色的火焰 硝烟眼中忍不住掠过一抹燕线 霸荒破灭炎 那乃是霸道之火啊 在一火榜上排名第六 他的强悍不需要任何理由 因为这个排名便足以说明一切了 若非身上的妖火杀衣 能够阻拦一些对方一伙的侵入 恐怕啊 这火奴早就败落了 硝烟轻叹了一口气 生于这等大族之中 的确是一件幸福的事啊 至少在资源方面 远非常人可比 霸荒破灭炎 说实在的 连硝烟都对这等一伙呀 相当垂涎 他为了寻找一伙满的路的跑 但最终呢 获得排名最靠前的 也不过是第九的三千燕炎火 这与八荒破灭炎比起来呀 依旧差了不少 在硝烟心中暗自叹息之间 另外一个方向突然传出一道低沉的闷响 硝烟目光顺着转移而去 当下眼瞳便微微一缩 浑风 那里的战圈 是浑风和一位实力达到二兄斗圣后期的火奴 两者的实力倒是相反 但那战斗却并不胶着 反而异常迅猛 因为硝烟紧紧看到啊 那浑风轻飘飘的一掌落在火奴身上 然后呢 后者提表的腰火 居然化作一道火线 尽数掠进了浑风的掌心之中 这般模样就仿佛那腰火被浑风生生的吞噬了 他竟敢 吞噬 腰火 见到这一幕啊 就算是硝烟面色都忍不住的一变 虽说这些吆噬之中并没有净连吆噬本体的意识吧 但却依旧具备着毁灭般的力量 就算是他都不敢轻易的把这火焰吞噬 然而这浑风居然做出了这样的事 以他的性子 显然不可能鲁莽而为 这么说来 那浑风应该便是有着能够吞噬腰火的把握 而这种本事就算是修炼了焚噬的硝烟 都不曾具备 吞噬掉腰火 浑风的略为腥红的舌头舔了舔嘴唇 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 而此时他似乎感应到硝烟看着他 他偏过头来 目光盯着硝烟 见到硝烟的脸色后 唇角不由的掀起一抹 森然的笑容 这个家伙 果然有点诡异啊 硝烟的面色恢复了平静 心中顿于这浑风啊 却越发警惕起来 年轻一辈中 这浑风给他的感觉是最为危险的 在硝烟心头警惕之意大声时 那远处的巨大战圈中 突然猛的炸裂开恐怖的能量波动 全体一道尖锐刺耳的笑声 猛的从中传出 这笑声显然是净年吆喝 现在他的声音中 似是多出了一些愤怒和受伤的味道 看来面对了七位实力达到四星斗圣强者的围攻 即便强悍如他都有些不太好受啊 人海战术 总归是有着他的强势之处 特别是这些人海 还是由斗圣强者凑起来的 小爷目光转向巨大的战圈 他刚要说话 面色突然一变 他是想骤然转向不远处的一位火奴 只见到这火奴的双目 突然迸射出惊人的光芒 一种异常狂猛的能量 闪电般扩散而出 见到了这一幕 硝烟沉默的瞬间 急忙对着熏儿等人喝倒 快退 他要自爆 听着硝烟的话 要劳等人一脸骇然 斗圣强者的自爆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那等威力 真的是具有毁灭天地之能啊 就在硝烟药老等人身形急退时 那一道火奴的身体 直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起来 然后 在一道道惊骇的目光中 炸裂了开来 感谢各位听友朋友们 一直热心地支持 桑子播讲的豆婆苍穹 欢迎添加桑子的个人微信号 MAGI626 我们一同畅聊豆婆 一起体为书中之旅 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